本节讲述文件菜单的使用 文件菜单中第一部分是工作区的新建打开和保存 工作区文件中包括测量程序、测量结果、CED模型、设置的安全平面 试图管理保存的坐标系、表头设置、标签设置、报告窗口等相关内容 保存工作区时会把上述的所有内容都保存下来 如果使用的是新建程序打开程序文件程序另存为 则只保存DMIS程序 模型文件的导入 CED导入支持如图所示多种格式 用户可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不同的格式进行CED导入 PMI导入是指支持含有公差制造信息的CED文件的导入 方便编程 CED导出实测是指以CED图形的方式导出实测数据 为逆向做准备